《基隆中原记》迈入第169年 今年的主题是平安 宣传记者会现场抢先曝光 将在放水灯游行当天演出的五剧片段《好怨在人间》 融合轻发战役与当代街舞 展现创新与传统 《基隆中原记》记者会的现场 抚会贵宾云集 还有轮值主谱的郭信宗亲会一起到场 共同来宣布基隆中原记的到来 3 2 1 请启动 将我们解锁今年2023 《基隆中原记》 《基隆中原记》 轮到郭信祖苦 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委 跟我们的文化局通力合作 打造出一个平安的一个主轴 平安是我们生活上所期盼的 也是台湾整个发展跟未来所期盼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平安这两个字 希望所有来到基隆中原记时候 来的观光游客 不论是国内或国际的旅客 都能够带走一份平安跟祝福 那也感谢个性中心会 跟我们更积极的配合 那我们未来也会融入更多的 旅游文化体育的元素 在我们的农历七月 中原记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文化传承 那看到我们基隆市议会来到这么多的议员 就知道中原记对我们基隆的文化传承有多重要 我身旁有我们郑文廷立委候选人 许瑞茨议员还有施委郑议员 都非常重视中原记的文化传承 已经传承169年 这不容易 这也代表我们基隆的名片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基隆中原记 你没有看过游行 就代表你不是基隆人 那今年是疫情后 开放国际观光后 首次的中原记 我们希望诚挚的邀请 台湾爱好民俗的所有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 代表章权泄斗的一个过程故事 那看到我们这么多中青会的伙伴 共同来参与 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今年第三次郭信来承接这个祖福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要把今年办好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 已经筹备了将近十个月 希望能够在7月份 农业7月的时候把它完整的呈现 我们郭市中青的祖先就是郭子怡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Q版的郭子怡公仔 那今年会把它放大100倍 放在海洋广场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主灯 在市府与轮值主谱郭信宗青会等 各单位的用心筹备下 期望将中原记的温暖友爱传递出去 让来参与基隆中原记的民众 共享平安与幸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看一下 中间再看一下 中间再看一下 谢谢大家